我们知道,一枚蛋可以孕育一个生命,那么它如何受精并形成肿蛋的呢? 平氧种鸡自然交配就可以形成受精蛋,而龙氧种鸡则要从鸡的采精、输精和蛋的形成过程说起。 鸡的采精由俩人配合,一人保定攻击,左右手分别握住鸡的两腿腿根,使鸡自然站立,头部朝后,尾部朝向采精人员。 另一人采精,右手中指和食指夹住采精背,背口朝外,右手贴于鸡的腹部。 左手掌自攻击背腰部向尾部方向按摩,到尾椎骨处稍加力。 按摩数次后,当攻击出现尾羽上翘,生殖器外翻时,用左手拇指和食指胯掐在卸直腔两侧做适当挤压。 乳白色的精液即可排出。 右手迅速将背口朝上承接精液。 书精时,两人合作。 翻钢者,左手紧握母鸡双腿根部,将肌腹贴于笼上,鸡呈卧腹状,对左侧腹部稍用力,使左侧生殖孔外翻呈喇叭状。 输精者,立即将吸油50微升精液的输精器沿输卵管水平方向插入2至3厘米。 翻钢者松开肌腹部的压力,输精者输入精液。 输精器不可倾斜,以防刮伤输卵管壁,造成出血引起炎症。 精液中不能有气泡,会导致精液外溢,影响受精率。 输精后,精子运行一小时,通过母鸡阴道至输卵管漏斗部,注存在子宫和阴道结合部的子宫阴道线里,当遇到卵子时即释放出来。 母鸡的卵巢中有许多发育阶段不同,大小不等的卵炮。 当卵炮发育成熟后,卵炮袋破裂,排出卵子。 卵子沿着输卵管下行期间,卵细胞进行第一次分裂。 15分钟后,与精子在漏斗部相遇,形成受精卵。 家禽会出现3至5个精子穿越卵细胞的现象,但只有一个可变成雄性核原,其余的精子在氮形成的不同阶段会被溶解。 当精子进入卵细胞后,其尾部脱落而头部迅速膨大,形成雄性圆核。 卵细胞在精子的激活下开始第二次减数分裂,并排出第二集体,形成雌圆核。 瘦精卵继续运行至膨大部,停留3小时。 膨大部分泌浓稠的蛋白将瘦精卵包裹起来,并使瘦精卵旋转前进,逐步形成卵黄细带,使蛋黄固定于中间位置。 瘦精卵进入侠部时发生第一次卵裂。 磁雄原核在排卵后的3至5小时发生有丝分裂,互相融合,形成双背体核子。 20分钟后发生第二次卵裂。 在侠部,瘦精卵表面会形成内外层壳膜,停留80分钟后进入子宫。 通过壳膜渗入大量的水分和盐分,形成椭圆形结构。 同时,在蛋壳膜上沉积蛋壳和色素,表面形成交互膜。 进入子宫后4小时,胚盘由16细胞生长到256细胞阶段。 瘦精卵在通过子宫期间停留18到20小时,发育到原肠胚阶段。 最后,瘦精卵到达阴道部,停留30分钟后,在神经和激素共同作用下,大头朝外被母鸡排出体外,而形成瘦精蛋。 你会不会拍摄的,在神经和激素共同作用下。 在神经和激素共同作用下,我们会拍摄的,在神经和激素共同作用。 神经和激素共同作用下,并且有限制作用下,并且有限制作用下,并且有限制作用下。